馬可波羅一番話,為何促使忽必烈,決心徵土日本? 有趣百科,文晚風暮雨,十三世紀,蒙古葛起後,南徵西土,鐵騎所道之處,所向披薇,滅國訴訟。 但如日中天之際的蒙古帝國兩次討伐日本,卻全部以失敗告終,轉失慘重。 蒙古為何徵土日本呢?主要目的是搶奪那裡的黃金,有意思的是, 伏別列繼位之初,由於蒙古人開化未久,粗皮無知, 並不知道世界上有日本這個國家的存在。 中統元年 1260 年,伏別列在級高麗的斥書鍾情,今夜, 普天之下未臣服者,唯以國語送義,一,僅僅提到了高麗和南宋。 歐洲人馬可波羅拜劍發必列後,向他講述大海東面有個日本國, 偏地黃金。馬可波羅說,這個島面積很大, 黃金產量極其豐富。該國皇帝的宮殿極其富麗堂皇。 屋頂全是用金箔覆蓋。宮殿的天花板,若同樣是用黃金造成。 許多房屋內都擺有狠厚的黃金小桌。窗戶若用黃金裝飾, 這座島上還成產珍珠。色澤粉紅。形狀圓潤。 個體很大。這種珍珠與白珍珠等價。有的甚至還要高於白珍珠。 死者實行土葬,還要在死者的口中放一火珍珠。這座島上還成產寶石。 2.馬可波羅的描述。讓忽必列三樣蘭蘇。對日本極度向往。抹過多久。 高麗人趙兒進言道日本國可通。窄可奉使者。3.意事時可以派人到日本出使宣語。 分別列大起。於智元三年公元1266年8月。派兵布侍郎黑的、 禮布侍郎英宏等仁慈各書。前去招航日本。 不過。洗團在半路遇到風暴。無攻而返。 第二年。高麗國王派大臣潘埠代替蒙古使者到日本轉書。 日本廉昌莫府認為蒙古的各書內容十分無禮。 不必回書。潘埠在日本停留了五個多月。 最終兩手空空返回。 法別列一直堅信。憑著蒙古帝國 橫掃歐亞大陸的餘威。一旦顯使趙語。僅有區區但願之地日本。 必定立即清神來招。 當他得知日本的傲民無禮時。不甘暴跳如雷。 考慮到帝國當時正在全力進攻南宋。 他不得不暫時按下怒火。決定再給日本人一次機會。派黑的再去招航。 但日本人依然不予答覆。甚至不允許使者上島。 到了致元九年公元一二七二年。 法別列已先後向日本派出五波使者。僅得到日本黃土永浩神國。 非可以致敬。非可以力爭。一句操持強硬的回覆。 忍耐以達極限的法別列。下令高麗建造戰船。 隻用了十個月的時間。高麗就造出各種船隻共九百艘。 以供蒙古軍使用。與此同時。 法別列派遣六千蒙古軍進入高麗。並徵調其他民族部隊一萬餘人。 高麗軍五千餘人。徵日總兵力已達兩萬多人。 自元十一年公元一二七四年十月。 法別列在滅南宋戰爭進行到如火如途之時。下令部隊到海東徵。 但日本人依然不予答覆。甚至不允許使者上島。 到了自元九年公元一二七二年。 法別列已先後向日本派出五波使者。 僅得到日本黃土永浩神國。 非可以致敬。非可以力爭。一句操持強硬的回覆。 隱內以達極限的法別列。下令高麗建造戰船。 隻用了十個月的時間。 高麗就造出各種船隻共九百艘。以供蒙古軍使用。 與此同時。佛別列派遣六千蒙古軍進入高麗。 並徵調其他民族部隊一萬餘人。 高麗軍五千餘人。徵日總兵力已達兩萬多人。 自元十一年公元一二七四年十月。 佛別列在滅南宋戰爭進行到如火如途之時。下令部隊到海東徵。 蒙古東徵軍主述印度。由左傅元帥紅茶丘劉福亨。 高麗將領金方慶。 落兩萬五千蒙漢高麗士兵。搭乘九百首船。 從高麗的俠普港出發。徵土日本。 袁軍攻佔對馬島後。試行殺戮。 獲虎女以索冠守心。 是於船側四。 隨後再駁多彎登陸。 但遭到日本人的碰死抗擊。 史書記載。 袁軍朱章憑高鳴鼓。 指揮兵士。 進退英古星。 敵有陷陣者。 為而擊之。有發鐵砲。 簽敵兵無算。 五。 袁軍雖然殲滅大量日本兵。 但得知蒙古來襲的日本。 在九州迅速組織起十餘萬人。 除了無事外。 其中不伐農民與和尚。 在他們的死戰阻擊下。 袁軍始終未能登陸成功。 呼元帥流福亨中戰負傷。 袁軍被迫退到海灘上。 隨後退回船上。 就在當天晚上。 凸起大風。 袁軍戰船捉石。 多破懷路。 大量船隻沉沒。 小量避風吹到海岸上擱淺。 成為日本戰利品。 有資料情。 掩死的袁軍屍體不斷被拋上岸來。 岸邊屍體堆積如山。 損失慘重的袁軍。 無心再戰。 撤回高麗合譜。 日本人認為神風幫助他們打敗了袁軍。 從此將神風視為精神之柱。 二戰末期。 日本組織的自殺攻擊。 就被叫做神風特攻隊。 第一次東征結束後。 罰別列認為日本人已經被嚇破膽。 於自元十二年。 公元1275年。 派禮布侍郎杜世忠。 兵布郎中韓文柱等人。 再次到日本招航。 不過。 莫府不調時鐘。 不僅不接元朝國書。 還將盜世忠使團的三十餘人全部殺掉。 並囂守時鐘。 日本的暴行。 讓忽必烈路不可押。 他成立征東行省。 亦稱日本行省。 負責征伐大計。 鑑於上次草率出兵慘敗。 這一次。 罰別列沒有立即出兵。 而是決定先全力消滅南宋。 再征日本。 自元十六年。 公元1279年。 南宋滅亡。 罰別列將東征之事提上議程。 兩年後。 原軍兵分兩路。 一路為東路軍。 由印刀、洪茶丘等人率領。 包括蒙漢高麗軍共四萬人。 搭乘戰船九百艘。 從合浦港出發。 渡過對馬海峽進攻日本。 另一路為江南軍。 由南宋江將泛民府率領。 約十萬人。 搭乘戰船三千五百艘。 從寧波出發。 兩路大軍約定於六月。 在日本九州一旗島匯師。 但東路軍攻佔大名譜和一旗島後。 印刀眼見連戰連接。 為了搶攻。 決定不等江南軍。 律軍前往博多灣。 印刀在博多灣屢次失利。 被迫退回一旗島。 等待江南軍。 兩路軍匯師後。 再次進攻博多灣。 接戰幾次。 依然未能登陸成功。 部分援軍駐在戰船上。 數萬人則駐軍島上。 七月底天氣變化。 沿南宋水軍將領中通曉天象者。 他們認為將會出現颱風。 誰向印刀、泛民府建議。 提早做出規備。 但因、泛者兩個異課沒有採納正確建議。 8月1日。 颱風果然來襲。 歷時四天的颱風。 讓援軍損失慘重。 4000艘戰船在颱風中互相碰撞。 大部分損位沉沒。 僅剩兩百餘隻。 史書記載。 東征軍戰船皆破壞中覆沒。 左副刀員碎雅次。 鐵木兒以下。 匿死者無算。 劉思徐朝夕入浦口。 即如幽靈,七。 史卒匿死者大半。 其脫者皆葬事,若,八。 有數萬元軍,沒能撤走。 全被日軍俘虜。 日本人將其中蒙古人,高麗人,聖木人,全部斬首。 元南宋人則留下慰勞。 史書記載。 進殺蒙古、高麗、漢人。 為身父君為唐人。 不殺而勞之,九。 兩次東征失敗。 佛必烈,極度不甘心。 準備進行第三次東征。 但遭到朝中大臣的,強烈反對。 而且元朝當時忙於用兵膠子。 東征日本遂被無限期割至下來。 日本對元朝的討伐懷恨在心。 制定異國蒸佛計劃。 準備武力報復。 此計劃雖然最終並未實施。 但日本還是不斷派人襲擾高麗和元朝沿海地區。 這些日本人逐漸演變成倭寇。 搶掠一直持續到明朝。 播報完畢。 謝謝收看收聽。再見。